行政院日前编列600亿元特别预算 其中404亿元用于产业纾困振兴 圆明会近日也提出原住民族产业纾困振兴措施 那其中第一个是金融纾困的方案 那这个方案主要是针对我们圆明会所核贷的 原住民综合发展基金的贷款户 那这贷款户的对象包括经济事业贷款跟青年创业贷款 原住民族经济产业贷款户最高可申请贷款1400万 青年创业准备金最高可申请贷款200万 贷款利息全免可延长交款期限三年 截至今年2月底统计 目前共有1341家业者符合申请资格 如果是旧贷户我们会从今年的1月15号 到明年的6月30号利息是全免 那如果是在这疫情期间营运有困难 你连本金都缴不出来的话 我们有可以展延这个缴款的期限最长三年 那另外还有本金可以宽缓一年的这样的这个措施 圆明会表示这次纾困方案将持续到110年6月30号 族人可以电话传真及电子邮件寄到圆明会 或由金融服务员协助等多元方式提出申请 而部落景观优化 行动支付回馈 产业多元行销等措施将后续公告 期盼协助援助民族业者度过这波疫情冲击 女士新闻朱古 许家荣 新北市新庄采访报导 从半年 لي道通过 佛 autre Option 妹们应该赞讯益市场头